大家晚安 今天是除夕 所以在这边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跟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虎虎生风 虎年新大玉 好那么今天其实就是受到了冷气团 持续的影响 各地天气还是相当的寒冷 不过还好的是由原本昨天的湿湿冷 转成干冷的天气了 从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几乎是整个西半部地区都有阳光露脸 太阳一出来之后 也感觉比较温暖舒服一些 那么预计影响台湾的冷气团 在明天就会开始减弱 但是可以看到明天 又会有一波华南雨带逐渐移出台湾来 所以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又会开始下起雨来 同时礼拜四礼拜五 还有封面云系通过台湾 全台各地都有机会出现阵雨 所以整体来说 从明天开始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就会一连的好几天 都会是有下雨的天气状况 提醒大家出门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来看一下 明天就是主要受到华南雨带移出的影响 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又会转成一个湿湿凉凉 湿湿冷冷的感觉 那么中南部地区明天到后天 都还是持续有阳光的好天气 只是从礼拜四开始 北方又会有一波封面云系逐渐的南下 到时候由北到南 都会陆陆续续出现有雨的天气 所以在中南部地区礼拜四礼拜五 也会出现一些短暂震雨 提醒大家要多注意了 来看一下明后两天主要就是受到了 南方云雨带通过的影响 在北台湾东北部地区都会下起雨来 而且气温部分是感觉比较凉一点 湿湿凉凉的感觉 那么到了礼拜四礼拜五 就连中南部地区都会受到封面云系通过的影响 也会陆陆续续下起一些震雨 所以提醒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务必要好好把握礼拜二礼拜三 相较之下有阳光又比较舒服的好天气 至于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恐怕在接下来这几天都会是持续湿凉有雨的天气状况 外出务必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至于在温度趋势变化的部分 明天冷气团稍稍的减弱 所以可以看到低温今天很寒冷 但是在明天的低温就会有原本的12度 回升到15度了 那么高温的部分也会略微的往回升 礼拜三感觉比较温暖一点点 高温可以来到21度 但是到了礼拜四封面通过 开始下起雨来又要开始温度往下滑 同时礼拜五礼拜六还会有新的一波 冷气团南下影响台湾 到时候北部的低温又要降到只有12、3度左右了 所以可以看到在春节连续假期 不仅是水气很多 同时还会有冷气团报到 今天一波同时礼拜五礼拜六 还会有一波新的冷气团报到 所以北部地区整体来说 都是比较湿湿凉凉湿冷冷的感觉 一定要记得注意相关的保暖工作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 礼拜五礼拜六也会受到这波冷气团的影响 可以看到中部地区礼拜五礼拜六 温度又会再度的往下跌 也是一样 这个低温会来到13度左右 南部地区在礼拜五礼拜六 低温也会跌到只有14度到15度 所以提醒大家 这段时间温度起伏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业温差比较大 提醒大家早晚也是要记得加强保暖的工作 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 就会陆陆续续受到华南运带通过的影响 又会再度转成有雨的天气了 相较之下 在中南部地区就是好天气了 而且空气品质相当的不错 大家可以放心的安排一些出门走春的行程 好 所以最后给大家一点叮叮跟建议 明天冷气团减弱 温度会略微的往回升 只是受到新的华南运带东移 以及接下来礼拜四礼拜五 还有封面云气逐渐激励的影响 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会从明天初一开始 至少会一路下雨下到初四左右 提醒大家外出都要记得攜带雨至 那么中南部地区在礼拜三礼拜四 以及礼拜五 也有机会开始出现一些短暂震雨 同时到了初五就是礼拜六的时候 还会有一波新的冷气团再度报道 影响台湾 所以春节连续假期的天气变化相当的大 提醒大家务必要持续更新最新的天气资讯 也要记得注意保暖 外出要记得北部东北部地区 期待雨至了